昨天我们为您报道台中一名29岁的工程师骑车出门上班 停等红灯时悲鸣理性男子开车高速撞上 在家护病房撑了36小时还是宣告不治 家属怒批肇事者事后态度轻浮还凋烟说笑 警方调查发现肇事的男子疑似还有毒品以及防害自由等多项的前科 要他进一步制作笔录却人间蒸发 在昨天警方前往男子的住家将他具体盗案 而今天还有一段车祸当时的瞬间画面也曝光 巨大的撞击声响 工程师整个人被抛飞到空中 连人带车推过十字路口将近20公尺外 画面触目惊心 透过工程师的行车记录器还原车祸经过 当时他骑车来到事故地点 好端端的停等红灯 下一秒竟遭撞飞 从后方的行车记录器看到明明是红灯 但肇事驾驶根本没有刹车 直接高速撞上 事后在现场竟然还刁烟说笑 态度轻浮家属怒批 不是人 他刁着烟走来走去 可能对他而言 这是一件刁着烟就没事的事情 这种态度没有办法让人想象 警方事后联络 肇事驾驶要进一步制作笔录 没想到他却人间蒸发 完全不接电话 14号晚间警方持检察官 拘票前往男子住家 具体盗案 台中第一次直日检察官开立拘票 于18时59分在台中市西团区住宿 将理性照射者逮捕 29岁的陈姓工程师是家中老妖 还曾向哥哥提到 要到马来西亚工作赚钱给爸妈 没想到却意外身亡 12号上午骑车出门上班 找理性男子撞上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一抢救 撑了36小时 最终还是宣告不至 警方事后调查 照射的41岁理性男子 当时开着租赁的新车 疑似分心驾驶酿货 除了涉嫌过失致死罪以外 照射者还有毒品 以及妨害自由等多项前科 14号具体盗案 拒绝夜间征讯 上午征讯后 依法将理性照射驾驶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